在分娩前呢 大多数患者会出现一些症状 预示着分娩即将发生 比如说会出现不规律的公缩 抬头下降感 有的患者会出现阴道分泌物 阴道血性的分泌物 我们叫做健虹 不规律公缩的表现 公缩不规律间歇期长 持续的时间呢比较短 不伴有公缩的持续加强 不伴有公进管的消退和公口的扩张 它通常呢在夜间出现 白天会消失 我们用一定的镇静剂呢 能抑制这种公缩 随后呢公缩就开始密集起来 持续时间大于30秒 间隔时间5到6分钟 公缩呢会持续增强 这个时候就标志着临缠 临缠我们是不能用 公缩抑制剂去抑制的 所以如果临床上出现了这种 公缩就意味着 我们即将要分娩了 公缩最直接的感受 就是出现公缩 出现公缩就是最直接的感受 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用手 放到肚皮上会感觉 子宫的张力会增高 而且间歇器呢 子宫又放松 一阵一阵的发作 它就是公缩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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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